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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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有天我睡醒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 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 可当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寻找你 留下的只有带着你味道的一封信 就在昨天还一起看我们的照片 可现在让我感觉像烂剧里的主演 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 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 还想着这种宇宙 但现在已经飘入星空 你让我整个人头冰冻 还怎么再次被你心动 维卡米不是你的意愿 离开我变成新的起点 可能我还会对你恬恋 谁让你曾经让我疯癫 疯癫 那也是过去的画面看完后这几天 我猜你也不会出现 我会想着经验 就像是阳明的病变 你可能听不见 每次他听你的光源 可能有点累 可能会对不对 这些第一次在我一束嘴 没有我肩膀在谁身旁 每个礼物都变成了灰 曾经我多想把你变漂亮 看着别人心里的模样 没关系 有小声陪着你看月亮 我已经看到给你断电的过程 但我假装看不见 是不是要变得像个厉鬼 才能进入你的世界 为什么不说再见 我猜你应该是不小心的忘记得无所谓 像烂剧笛的主演 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 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 我不能够停止啊 这些年会对你的疯癫 还会戴上那条围巾吗 在每一个寒风自古的冬天 还有每次送你再回家的路上 不经意接触不到你的手 你穿去自家已经忘记了我 你是让我心动的瞬间 那条十四路口 始终有你身上的气味 像是漫忘过后的路上下的身影 又是谁 那是我真的喜欢你 那是每次语言和闭嘴 那是枉堂的男孩 又温浊了几岁 有天我睡醒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 在我的右边 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 可当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寻找你 留下的只有带着你味道的一封信 就在昨天还一起看我们的照片 可现在让我感觉像烂剧里的主演 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 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 Zither Har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宗盛